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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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再去喝点哟 满江红很受争议啊 他那个评价好像大家都说那个电影是有空票房 那个发票房的嫌疑说并没有那么好 然后但是那个对外展示的那个他那个票房的那个记录 已经逆超了流浪地球2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纯粹是挣了钱 灭流浪地球2多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是个喜剧片 然后灵灵地球都毕竟是一个证据 而且还能牺牲很多人的那种证据 已经是很压抑的 这个基调,而且加上它是颇患类的,比较稍忙一点 就观看的人有能怕 这并不是个老少嫌疑的 这太老的老头和对技术不懂的年轻人 以及小孩都不适合看 因为他看不懂,肯定会去找的 然后那个科幻的这个片 一般肯定就是受众要小一点的 然后你喜剧嘛 那不管他了 就纯粹是若,老少嫌疑的 受众多嘛 那你如果从纯粹挣钱角度看 那他挣钱多了 但是他评价这么两句话 还说有冠票房之类 我觉得也不知道 因为毕竟已经三年好多有失的公司 都那个挣不到钱 就靠这一个春节党活命了 不是说邓超都撤党 然后说因为撤党损失很多的 然后可能邓超前面挣的钱 好多都要 因为这一场电影没挣到钱抬光了吧 感觉就是这样子 已经三年好多 好多不行的电视公司 都直接要跟 over了 有好多挣到钱的 也是狗年参串 就必须要抓日子冰冰套草 就跟那个旅游业似的 三年都在亏钱 好不成合衣服 和保护性消费 一定要抓紧宰客才能挣回来 然后才能扶回去似的 所以可能会使一些 肮脏的手段也有可能